他在鄉上有傳統的運動姓葵 三種杯兩時幫救金表賽 為12月設置電鍵連續四天的賽天 讓他們全國高手參加 比賽是精彩又好看 而且今年是再度打破伊翁紀錄 讓他們全國95隊報名參加 現時三種杯在全國兩忙比賽當中的重要地位 我們今年102年第38次三種杯 特別不一樣是歷年來 全國報名最多的隊伍 總共有95隊來自全國各地的 聯網的好手都來這裡比賽 總共有九州 所以競爭非常的激烈 他跟基盤三十八個的三種杯 兩時幫救金表賽 在救治的地獎後 暫停停辦送年 後來在現場鄉中端端端的途風走中 以及正處民間贊助之下 這麼重心回合 每年基盤的比賽 剛才有挑戰線 還向服務讓選手都感到很大心 相當受到好評 每年基盤 越來越多 參加的人士越來越多 變成現在可以說 規模比其他的比賽還要好 因為現場 現在現場更用心幫忙 推動到今天 增加大救出幾隊 所以非常安慰 在亞運 開始有將聯網列入正式比賽項目 後 其實在全國各地 也都興起聯網的熱潮 尤其是我們今年 國小組 都總有三十一隊報名 這是可以說 算況通錢 我們山上北地 是在聯網 比賽來講 是在全國 是佔有很重要的一個比賽 我們希望說 政府在了中市 觀光議員 可以結合到運動 來共同來提供 對於推動單向運動的一個主委來講 在這邊也呼籲我們的家長 還有學校的校長還有老師 尤其是我們南投縣政府 整個教育處的團隊 更應該來重視就是 單向運動的一個培訓 由陳鄉長來舉辦的這一場 山上北比賽 獲得的口碑非常的好 尤其大家都以求會友的精神 來參與這場順勢 在地方公司希望 獲得基盤一年一度的三種北比賽 以求會友 推動兩次網球運動儀館 也獲得四天的賽天 向外地來的選手 分享幸福起地 歡迎地方的努力 記者見本選 採訪報道